人类可以换头吗 将自己的头颅拿掉 换上一个新的脑袋 活下来后 换头过后的自己 还是原来的自己吗 2016年1月 我国科学家花费了7000万人民币 成功给猴子完成了换头手术 随后便宣称 人类换头术将不再是梦想 说到换头手术 人们首先想到的 应该是科幻片中的场景 实际上 科幻也是来源于现实的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探索 人类换头手术真的成功了吗 换头术最早可以追溯到 20世纪50年代 苏联科学家进行的双头狗实验 在一个狗头上 再加上另一个狗头 虽然这个实验成功 但很遗憾 20几条参与实验的双头狗 都在实验完成后的 十几天里先后去世 看到这儿大伙是不是很气愤 人类仗着自己是 地球上最高级的物种 就能随意拿小动物做实验 这难道不才人吗 实际上 这并不是人类过于才人 也不是企图违反 大自然发展的规律 借助狗 猴子 小白鼠等做实验 目的就是为人类服务 对于人类来说 脑袋非常重要 人类是否真正死亡 是由大脑的死活判断的 除了脑袋之外 身体上的其他器官都能够替换 但意大利著名神经学家卡纳维罗 却表示人类的大脑 其实和其他器官一样 能够进行移植 为了证明卡纳维罗的理论是正确的 科学家们在2015年9月宣布 世界首例人体患头手术 将会在中国完成 预计患头手术 将会持续36个小时 有将近100个专业的医生参与其中 整场手术 预计花费7000万人民币 一场患头手术 之所以需要花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 是因为手术非常的复杂且困难 稍有不慎 手术就会失败 看到这儿大伙是不是有点好奇 是哪个幸运儿会被选中 成为第一个被更换头颅的人类呢 你敢相信吗 世界上首例人体患头手术已经完成 未来人类真的可以互换头颅吗 在人体患头手术进行之前 我国医学专家任小平 协助卡纳维罗使用猴子进行了换头实验 为什么科学家就看中了猴子呢 那是因为在灵长类动物中 猴子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3% 猴子换头手术是否成功 对人体换头手术来说 具有高度的参考意义 2016年1月21日 中国某实验室 开始了备受外界关注的猴子换头手术 卡纳维罗和任小平 为了保证实验的头颅细胞是存活的 取下猴头之后 就放在了零下15摄氏度的无菌环境中 随后将专门的医学设备连接在血管上 在专用且锋利的手术刀加持下 猴子的头颅已经换到新的身体上 这场猴子换头手术 一共花费了18个小时 7000万人民币 令卡纳维罗和任小平意想不到的是 猴子竟然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猴子换头手术成功 这则消息直接震惊了医学界 顿时之间 换头手术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新闻媒体也开始大肆宣传 猴子换头手术的成功 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人体换头手术也将成为现实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猴子头颅和身体之间有一万根的神经连接 卡纳维罗和任小平能保证每一个神经都连接好了吗 换头猴子睁开了眼睛 真的就能代表换头手术成功了吗 答案自然是不能 因为任小平没有对接好猴子的脊髓神经 导致睁开眼的猴子被换的身体完全处于瘫痪的状态 实验成功仅20个小时 这只换头猴子就被注射药剂安乐死了 猴子不是人类 不能说话 不知道换头的时候有多痛苦 而且没人知道这只被换头的猴子到底能够活多久 此外 换头手术还存在着很大的道德问题 换头之后的猴子到底还是不是原来的那只猴子呢 在人们疯狂讨论猴子换头手术的时候 卡纳维罗和任小平就趁热打铁正式宣布了世界首例 人类换头手术会在2017年进行 科学家们花费了7000万人民币给猴子换头之后 仅仅存活了20个小时 现在又宣布给人类换头 莫非人类身上真的能够出现奇迹吗 人类可不像猴子一样 能随意被科学家用来换头 所以换头的实验对象会从哪里来呢 俄罗斯有一位患上肌肉萎缩的神学员 斯皮里多诺夫 听说科学家将进行世界首例人体换头手术时 就主动报名参加了 那么进行移植的身体又该从哪里来呢 有一位脑死亡患者捐赠了自己的身体 所以两位参与实验的人员也算是相互成就了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卡纳维罗和任小平等科学家就人体换头手术实验 进行了长达18个小时的讨论 可就在换头手术开始之前 斯皮里多诺夫突然拒绝了 因为手术实验风险太大 一旦失败 他的妻子和大胖儿在就没人照料 有人评价 卡纳维罗和任小平的换头手术 非常的不成熟 而且风险特别之高 不能保证换头后的存活率 手术的过程也非常的复杂 耗费的时间长 另外成本非常之高 即便实验成功 未来能够换头的也只有有钱人 其次 人体换头手术 在道德伦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比如人体和头颅是两个主人的 会不会因此出现两种思维意识 新身体的主宰 到底是有心脏的身体 还是有大脑的头颅呢 存活下来之后生了孩子 该是身体主人的 还是大脑主人的呢 即便卡纳维罗和任小平被活人拒绝 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人体换头手术 而是在质疑身和讨伐身中 使用了两具捐赠的遗体 进行了人体换头手术 在避免人体死而复生的情况下 人体换头手术非常成功 您又是怎么看待人体换头手术的呢